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武巴雅 魂言 钟良汉首道 你的想法倒是与阴阳关那边不谋而合 不瞒你说 你定师叔正是因为此事 才会去阴阳战区的 这艘莫族的行宫秘宝 也正是这么缴获而来的 那结果如何 杨开紧张问道 钟良黯然摇头 他与阴阳关那边另外一位八品联手 仅仅只是杀了一些莫族 就获了这一艘行宫秘宝 至于炼制此物的根源所在 却是一无所获 杨开脸色凝重 沉思片刻道 想要打探出那位莫族的身份 非得深入敌后 进击行事才行 两位师叔这般大张旗鼓的沙江过去 只会打草惊蛇 是啊 钟良悠悠一探 然而莫族那边对这位能炼制行宫秘宝的莫徒必定极为看重 此人的身份在莫族那边都极有可能是机密 寻找莫族根本不可能知晓 想要悄无声息地打探出来 何其艰难 又有何人能担当此人 杨开眨眨眼 忽然反应过来 失笑道 哼 大人找我来此 原来是为了此事 想了想接着说道 嗯 我可以伪装成莫土 潜入阴阳战区的莫族腹地 只要小心行事 或许就有可能将那人找出来 被阳开点破 钟良爷不拐弯抹角了 一声叹息道 唉 原本是不打算让你掺和这事 但你丁氏叔出手已然失败 除此之外 再无他法了 你也不忙着答应 仔细考虑考虑 再做决定不迟 杨开摇头道 两年多前 那莫图便已炼制出此物 时间拖得越久 他越有可能将这行宫密宝完善 真到那时候 就算将他找出来也为时已晚 不必考虑了 这任务弟子接下了 忠良神色凝肃 此行凶险万分 收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 杨开道 大人忘了 弟子在来碧落关之前 从伪装过 莫图与莫族相处了两年多时间 对于如何伪装莫图 再没有人比弟子更有经验了 顿了顿杨开道 再者说 就算弟子失手 出了什么意外 弟子还有空间法则一张 未必就不能化下为夷 再退一步说 真的山穷水进了也无妨 如今屈莫丹已经炼制成功 族人这边有了对抗莫之力的手段 净化之光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 棕树种种 弟子乃是此行的最好人选 银至此处 杨开一抱拳沉声道 大人 弟子请命 前往阴阳战区打探消息 望大人恩准 众粮神色复杂 面色犹豫不定 片刻后才重重叹息 难为你了 杨开摇头道 古往近来 人族无数强者前夫后继 来到这末之战场 所谓无非是三间世界的恩定 与强敌与家门之外 一场场战事 哪一个族人不是拼尽了权力 抛洒热血 弟子力所能及分内之时 自当权力以赴 在踏足这末之战场的第一天 蒙奇便用自己的性命 给他上了一课 为了保住那虚空庸道存在的秘密 他不惜自允而亡 就是怕被再次默化 暴露了虚空庸道的存在 那一场场战事 更有无数族人 为了抵御墨族 不惜燃烧自己的性命 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个蒙奇 墨族的行宫秘宝 事关重大 真要是让那墨图 将这东西彻底完善了 那这无数年来 人族战线的付出和积累 便将烟消云散 到时候三千世界 都可能会于旦夕之间 谁又愿做事这种灾难发生呢 即来到这末之战场 那便是人族将士的一份子 这种深入敌后打探情报的事 杨开觉得没人能比自己更加合适了 大人 弟子还有一事想要请教 杨开沉声道 你说 阴阳关那边可推测过 墨族想要完善这行宫秘宝 大概需要多少年 钟梁晨颖的疑下说道 阴阳关那边有些推测 如今墨族炼制出来的行宫秘宝 不堪大用 估计也就是拿出来试水的 想要将这东西完善 没有百年时间是做不到的 最短也要打个对折 就是五十年 当然 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毕竟炼制此物的墨读 炼气术的造诣提升也是关键 到了他这种成词 炼气造诣的提升可不容易 那就按最短五十年算 杨开自语一声 还有回转的余地 大人 在执行任务之前 弟子还有一个请求 有什么要求静管提 关内能够满足你的 必不会让你失望 我想修行炼气术 忠良文言先是一阵 紧接着眼前一亮 你是说 杨开笑道 磨刀不误砍柴弓 更何况 既要打探消息 自然是要对症下药 忠良忍不住地喊手 嗯 还是你们年轻人脑筋赚得快 这一点我们这些老家伙倒是不曾想到 此事便依你 一注相后 炼气垫 杨开手持着忠良的首令 找到了正在主持炼制一艘对极秘宝的东郭安平 都是老熟人 当初第一艘驱墨剑就是杨开与东郭安平 樊勋等人折腾出来的 彼此见面自然无需客套 听闻来意 东郭安平眼角抽了抽 你要修行炼气术 杨开抱拳一礼 还请东郭前辈十点迷津 东郭安平上下打量他 一头雾水 怎么忽然要修行炼气术了 杨开回道 弟子修为进展太快 不意过多修行 与中师叔说了此事 他便让我来修行炼气术了 说是炼气之道 对我可能有些帮助 东郭安平失笑道 炼气之道 与你修行有什么关系 而且不是听说 你在丹道上颇有造诣吗 修行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怎得不去丹道 反而跑到这里来了 杨开公顺道 是中师叔的意思 弟子也不知 墨族那边能练指行功密宝仪式 暂时是个机密 毕落关这边 除了几位军团长 和老祖再无他人知晓 免得影响士气 忠良既没有通知东郭安平 杨开自然也不好多说 反正一推二五六 只说是忠良的命令 既是忠良的命令 东郭安平也没奈何 将首令还给杨开道 你且接触过炼气吗 略动一耳 杨开谦虚地不得了 东郭安平皱了重眉 招手道 你先随我来 很快便带着杨开来到 一处练气室中 指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 随便你想练什么 练个东西给我看看 杨开瞧了一眼 那些材料闷头实围起来 东郭安平倒是颇有耐心 在旁观望 数日之后 一柄光滑如镜的长剑 新鲜出炉 那长剑见面光可照人 看着便颇回不凡 东郭安平却是连番白眼 以他炼气大师的眼光来看 这长剑除了造型还算不错之外 毫无用处 若非本身材料不锁 恐怕都承受不住 虚王进武者的权力一击 这几日炼气下来 东郭安平算是看明白了 杨开或许略懂一些炼气之道 但根本没有经历过 完整系统的学习 一些想法天马行空 虽然不错 但炼气手法却是粗鄙不堪 炼气之道博大精深 杨开这一场炼气 在东郭安平这等大宗师的眼中 简直是有爱观瞻 窝了眼睛 你等一会儿 东郭安平说了一声 神念涌动 也不知是在给谁传讯 少卿一个青年急匆匆赶了过来 抱拳毅力 世子 东郭安平微微汗手 指着杨开道 这是你杨开杨师弟 那人连忙抱拳 杨师弟 又跟杨开介绍来人 这是我做下六弟子柴号 见过陈师兄 杨开回了一礼 东郭安平道 柴昊 你杨师弟想要修行炼气术 日后你要仔细教他 柴昊闻言赫然 杨师弟想要修行炼气术 正是 杨开点点头 柴昊 杨开回笑道 难得杨师弟对炼气制造有兴趣 师兄自当亲囊相守 那就多谢师兄了 杨开道谢一声 东郭安平轻渴一声道 杨开啊 日后 日后你就跟着柴昊修行炼气术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他 老夫那边还有些事要忙 就先走一步了 这般说着迅速离去 杨开与柴昊一起攻身相送 待东郭安平离去之后 柴昊才到 师弟 既要修行炼技术 那师兄需先知道 你的炼气造诣才成 不知师弟 话还没说完 杨开便将一柄长剑 横着递了过来 这是 柴昊不紧 杨开道 之前东郭前辈 让我随便炼个什么东西 这便是我费尽心思炼制的东西了 原来如此 柴昊伸手接过长剑 仔细一打溜 眼角顿时抽搐起来 总算明白 师尊他老人家 为何陶冶似的跑了 本以为这位杨师弟 在炼气之道上 应该有一些造诣 负责不会一来 就找神鼎天的大宗师 讨教学习 可如今看了这长剑才知道 在炼气之道上 这位杨师弟 恐怕还没入门 莫说师尊他老人家 便是神鼎天 随便一个师兄弟拉出来 也甩开他七八条街 如今师尊将杨师弟 交给了自己 这莫不是要自己 从头交起 柴昊之感觉 肩头上沉甸甸的 前路漫漫 任重而道远啊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 俱雅 我心生出牵挂 共水演绎着掌金鸽铁锅 谁祝福陈又算得到吗 感谢观看